我们的一手 钱坤诺仪加娃娃鱼 然后挂小死 对 好 我们看到的是 猴哥 剑虎 剑虎 是 抬雷手蝉猪 对面点杀 没中 今天的对手 这轮的对手是 晚芳婷 晚芳婷 从目前局势来看 虽然有人倒地 但是没小死亡 以及对面的宝宝 我看对面的宝宝 估计够呛了 就是这个 我们说宝宝被这边清了 观战 因为上了是酒梨 对 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上了一把212 对吧 对 上一个这个四宝酒梨 没有拿下来 但主要因为对方 是骑虎楼 并不影响 伤心剑虎 在本届比赛 也是要想把这个 酒梨城的这个体系 给更多的开发运用一下 是 这边出了甲无常 我们所有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了 现在 是 接下来我们看 得看这个 酒梨城 在经过调整之后的 技能是怎么样 是 在三技能 两技能的时候 他还还会不会出现像第一轮一样 让对面浮空 但是后续就没接上 三技能的时候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只有两技能的时候 对吧 他觉得自己有三技能 对 出事 对 三技能是没事 你随便 怎么摁都行 两技能的话 就有点考究了 来 先拧一手武装 这边的武装 这把是全场的三速 红脉 至少 你现在开着这把阵 跟现在这个速 场上的速度 是对的 对吧 你没有一速 是因为对方也开鸟了 是 这不是还好起来了吗 你拿个二三速 这个是对的 你这四张大话卡 开把虎着 然后速度全丢 还不如 还不如换个阵 还不如不变 还不如耐住算了 要不然就耐住 就各打各的 什么年起来 还能够抽一把对面的大糖 好 给把三抽 把金锋给清掉 大糖4.0元 好 考验来了 两技能 两技能 考验来了 两技能就是考验了 考验来了 别忘了 对面的话 这场也还是 需要说这个娃娃鱼 等等技能来破的 看有没有 这一回合的话 观众方九离城 两把二刃都可以 因为这一回合的话 没有人去 清他这个怒笑 加了个天地 对方一个孩子 一个红害人 要拉大糖 大糖要出宠 没人能碰得到他 你就两把二刃 清对方那个一号童子就行 火武装 火武装 他觉得神木可能倒 他不敢 鬼气咬孩子 对 他就直接点拉一下自己 这个163的神木林了 是 又把对面一速反复了 二刃 续个二刃 没问题 这不错了 好起来了 幸亏不是三荒 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 第二手三荒确实是有点 壁垒 宝宝明显也是一个优势 任务完成 这回合把对方一号宠清掉 任务完成 是 拉大糖也是出宠 好 观众方这边还有体系壁垒 继续压大糖了 这把可以把对面 化成四给套了吧 这边武装是 已经下到六速了 被抓了一手没了圈 速度圈之后 速度下去太多 那套不了了 这回和天地 也可以 是吧 要天地 那就女儿看看 有没有愤怒 来个睡愈吧 如果睡愈也行 化身拉金刚 就这么糟 化身活神木 神木没紧箍咒了 是吧 这个头上 应该是没了 化身活神木 武装加天地 因为对方地府 这回合 不知道自己 比观众方武装快 你放心吧 一定不知道的 对吧 先给一把活血 是 体虎宝出手 真知道啊 晚方停 天地同兽 那既然这样的话 对方那个 假裤裳孩子 有点拉自己的大糖 是 随便拉起来 只要不miss 是不是站倒了 还行 技能不够毒 再多两下 可能倒了 坏了 我还说 这一把一位独江 虽然没有 对方不知道呢 但看来是 之前这个速度 就已经定死的 定死了 对方知道 你只要没有一位独江 我地府就比你武装快 对 以及对面 这么多回合 他肯定是通过 我们说 有这个 黄泉之息 有抓 平A就行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一回合 苍狱也行 那这一回合 猴鹤大意了 你女儿村 这回合就要空地府的 如果你知道这个武装的速度没有 真女儿 对面炎 化身 化身肯定是想活自己的大唐的 咒捕陀可以出宠 来看一下 看观战怎么说 是能不能疯了 还舍不得那3.0元 是 什么意思 就觉得 那他觉得 不是 他是觉得6.0元有点吃亏是吧 地府出手了 给了一把笑礼 啥意思 要出地厅 还是觉得观战 这把是逆镜 先防把逆镜 秀一把 这普陀挂的是紧箍咒 你敢信 这把晚方庭 对吧 对面那个普陀没有精清罗汉的道理 是吧 他先直入开了 先直入开了 就盖了把罗汉吗 不是 那个什么吗 就是紧箍咒了 是吧 其实刚才我们一路在看 我就观察了他的地府 4.0元 对面一树有 他一点零元都没 全队一点零元没用 对 都没用 你说你不修领宝 我是肯定不信的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我之前在想 是不是这边有一树 还是说怎么样 就是没有盐 意思没变呀 但我在想 已经30多回合了 这时候盐 能 这个节点如果盐的话 肯定能盐5点 对吧 3加1加1 就在想的话 就想不通啊 你这支援的话 你说跟猴哥拖到56 你再盐他 你打不过啊 支援已经不够了呀 真了 真假意 上版那就是防逆镜的 那这一树如果要丢罚报给地府呢 看他的花生嘛 花生地府 那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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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方那边花生4只要动了就没了 对吧 观众方三速对方四五速嘛 是的 坏 三地厅 冰川怒的 看一下能滑不 神了 多一只宝宝滑 一 因为上和我给我 二 三 完美度过 哎呦 所有目标都没中 哇 这剑狐精确制导 避开了三只地厅 而且观众方那边武装是 明没有罗汉 刚才吃过一把笑脸 是 对面唯一少的就是一把小四海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操作啊 女儿春一叠 叠 化生有叠 地府在那边可挂 就一句话 观众方这边的 我这大唐还能还能加底 要么就剑斩 观众方就是依靠着成熟 或者说的常规思路 观众方这边这一回合 化身武装防点 或者说最少看看谁能挤个罗汉出来 对面交剑了 对 交剑是地道 对面交剑了 观众方这边化身武装防点 看一下谁能够有个罗汉出来啊 是不是只有女儿春啊 对 除了他没铁人了吧 对 沈梦林这边是没怒的 因为他起来嘛 他肯定是没有七十三点 他又吃了针 那你说他能干嘛嘛 对吧 是的 他又针不了对面地府 来看一下 有罗吗 主要看有没有罗 有罗就好一点 没罗可能胜不下什么了吧 嗯 可能会导两个人 然后缺一到两只宠 小罗汉 罚战了 罚战了 是 化身四防点没问题 先起个指人 但是一个敌都没啊 这只有这五头一个敌吗 点把神木 一个敌都没 玩花火 玩花火 地厅把周时五头解掉 观众方那边尺子拍的对方一号 是 观众方向观众来 那如果点个神木林一把扫点 是不是有点断自己节奏 点死再换一波全魔 反正吃的是三眼 对吧 也行 点死先双眼 伤害 开刀一千七 过来 谁也不贴嘛 女儿孙过来 女儿孙贴一下 待会地厅出手 你可是爸爸吃伤害啊 是的 那样法地厅的话 那这次就可以乱滑了 好 观孩子 法地厅 五百多 还是跟着神木 就是一个随机了 来看一下能不能有多少 前排宝宝 八把五百多 这个女儿孙压力其实是大的 还是跟着神木林 很细 就是不出任何意外 我要百分百把它点倒 好 清掉了二号 二号已经出过手 我觉得观战最少 得换一只隐功 确实 得换一只 确实 像武装的在这残血了 咱就不要了 然后化身把二号给活了 对方地府来双眼 对吧 这女儿孙吃相似弹针的 直接来把双眼 她防人无魂应该 因为你女儿做不了什么 传出台 吃双眼没问题 对 精神远尺拍一把 那我们进来 等于是这边化身 把灵魂全部推铲住了 对吧 对 全推掉了 创严 不换个隐功吗 已经没人可换了 是啊 这个地厅没有威力 毕竟上一回合吃过一尺 没威力了 但能够把这个 锦箍肉童子给换掉也行 上网完花活 对吧 直接五龙开着热烈乾坤 是 跟了一把日光滑的伤害 可能他觉得他太快了 没东西 看着不动 算了 那想法没问题 没问题 对吧 想法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再出一只 剑弧可要顶住呀 可要顶住 五轮的积分赛 第一轮已经输给了齐云楼 如果是这轮再输完方婷 那就三把 得全胜 必须全胜 还得看天意 这把 斩不斩 这把 斩不斩 这一把看一下 当然 他要是 想怎么着都行 我觉得 其实这一把 挂斩女儿村 不影响华尔寺 和普陀再换地厅 没啥冲突 你地府挂大堂斩就是了 你最多就是普陀 跟手巨岩破 对吧 是的 但是绝对不影响 那个华生寺出宠 还是观山一闸 讲给女剑法不 睡愈弄影 开花了吗 开花了 至今跟这个花护 没有花护 至今能够顶多过 自己的憨针 那还行 小死亡 能把这个剑斩 骗出来不 是骗 出是出来了 但是 2200 2200 昆蓬是昆布倒 好像 在真在言 在真在言 又立正了 这一回合 剑虎想的也没问题 他是觉得对方会给他一把笑礼 吃了一波点 绝对有愤怒 对吧 但是相思寒真也有吃了 是的 但他女儿身上最少有把怒了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尚建宏要警惕一下 是不是有必要骑手九帆 我感觉那个一号好像有点问题 这个乌冬是吧 对 你不顾拉出来想干嘛 对 你不及时人也行 你把女儿的小死亡开了 开个五中单 开女儿小死亡的话 那就是花生寺 开几个滚圆伞 对 你别被花生寺别被偷了 是 反正现在这三个人 在小死亡倒一个肯定是要交了 倒一个就崩 对 倒一个就崩了 而且这个花生寺同时有紧箍咒的 是吧 还有四回合的紧箍咒 其实是格外要小心一点的 是的 你别对面真说那个 那个花生 卡着 加力低 但女儿身没有灵源到还好 给笑礼了 小金星 感觉要过来 起个指人 活血也给 力保女儿身 诅咒之商 对面想的太简单了 这把 也套中 对 如果是箭展 真的有东西 就看着他出来就感觉有点问题 箭展 三点点点展出去 腰肉三能不能顶住 起不起来 起来 没起来 怎么说还能分析不 三个了 三个有点分析不动了 三个 而且那地点还 那个力批还能玩 三个就有点分析不动了 普陀和大唐出宠 如果想加敌的话 那个 力批 不是 加敌连点武装惯了呀 对 或者说 他就批孩子也行 如果不点 批孩子就是 就是大唐 大唐咒诗 在补地厅出来呀 对 这 可以 再把你的 这个罗汉给削掉 感觉出四肢啊 看有没有这个实力 玩翻听 开掉葡萄那就不是了吧 开掉葡萄那就不出了吧 出一个这个 哎呦 还神了 嗯 那下把换谁的也顶不住了 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嗯 不太好解 这个局面下回合 女儿和沈沐林小死 能被花生寺吸走 吸走不好啊 一轮地厅轰炸过 如果这 这 这花生能够站住的话 吸走之后 我怕他第二回 这个警户臭 把他估没了 哎 那你说 这又和花生寺恩房运行吗 嗯 不恩房 旧牌持 哦 旧牌持 旧牌持 恩房没用了 恩房没用了 嗯 或者说他自己 哎 上把罗汉谁接的 武装是被笑过了 对 他花生有没有啊 嗯 应该是没有 对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没有 那就老老实实拍齿吧 好像应该是没有 对 老老实实拍金说云齿了 主要他刚才就是被推的时候 我是没想到 他一直隐功 他不出你知道吗 他主持隐功啊都好 哎 你说观战方那边 没啥办法 他好像也没有 主要他不出隐功 你这个时候 你能干嘛呢 如果你花生有罗 那里花生罗 对吧 武装拍个齿 选个齿 也就这样了 好像现在不到有选择了 绍兴剑湖 这场比赛 嗯 技能没问题 但是近来 还是被 晚方停的 这个小战术啊 或者说一些点杀 给 破掉了 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看到的 其实我们第一场看到的 就是 有武装给自己上了天地 就给九黎上天地之后 他武装再给自己上天地 嗯 这个打法就是防抓嘛 是吧 防抓 对 这个打法就是防我武装 速度被抓下去 但是剑湖 没有防这一点 导致自己武装速度下去了 我相信观战方这个武装的速度 是被硬生生抓下去的 是 嗯 他不可能全场六速 我觉得他最少进来 应该全场四速 哎 你机关兽跟那个人猫卡 没有什么明显的领先 嗯 对 先批孩子了 啊 来了 两敌嘛 好 嗯 大唐也把自己的敌子加上 是 大唐手里还有一点灵源 嗯 全部给了三 中头三号 嗯 这只也是 先批孩子 我不着急 反正你人物都讨地上 而且也能秒得到 这两个高速单位 嗯 就剩两个高速了 呃 女儿子那个是宝宝吧 嗯 宝宝 嗯 因为是 那个 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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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珠的 嗯 好像 扛不住 扛不住了 这最后一捕 捕成这样 压力有点大了 呃 武装 看看 看这个血量 就是慢慢刮的话 好像要倒 就化身能顶住 确实 他头还要紧不住后来 他头上 对 武装的话 是肯定要倒 嗯 好 那已经倒了 化身这个血量能扛住 就看看划多少 像你说的 就是如果他顶得住下巴 如果对面女儿村还能换昆蓬的话 也也也不太能顶了 呃 一号神呢 换昆蓬的话 肯定是换到 不 主要化身头上也有紧箍咒 还没完呢 行了 金箍咒孤死了 慈心 武装也不可能让你去舍 对吧 对面砸钱 要么就换昆蓬 换昆蓬是最实在的 163看到了 岁月也不让舍 被控中了 笑脸 完了 这 全完了 全完了 希望 绍兴建湖 低开高走 后面还有三场 对 把前面两场先给忘掉 因为前面输了 那个积分低 那刷到的对手 呃 没有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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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机会还有啊 机会还有 那晚方停留 我们说 这个场的一个 咒标 打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一开始 我相信进来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 战术目标给定死了 就是 你这个五中冠 确实 就是我要把你速度 速度抓下去 对